你不要丹底我 無論是一出電影、一場表演需要有演員、編劇、導演、監製 經常有人說每一位電影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有些電影人的故事可能是驚心動魄 有些電影人的故事可能是充滿感動以及眼淚 而今次找來的電影人,他可以說是由鬼門關跳出來的人間 曾經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美術指導 他的名字叫張敏 張敏,僵師 先看看… 真是美術指導很重要 這個病因是長期慢性的 他的腰骨好像有點S型 做了很大的手術 傷了鐵在背部 當時我跟屋主很興奮、很好奇 開了蓋子 然後他就想伸了手套 然後我一看到這個情境 我就崩潰地哭和喊 我不知為何我看到他的行為令我很難受 張敏在十一歲的時候 被媽媽無疑因發現脊柱一粒一凸 求診後證實患上脊柱側彎 十五歲的時候 在政府醫院接受第一次的手術 其實都挺大的手術 就是整條脊骨傷了不鏽鋼螺絲 還有兩條不鏽鋼鐵枝 是馬住了在脊骨 到我十五歲那年 就收到消息說可以做了 因為其實過了十五歲都不適合做的手術 因為可能你會大定了 那就更加難復原 所以十五歲那時他就 在我背部開了一個十五吋的巴痕 即是那時是十五吋的巴痕 在裡面傷了不鏽鋼螺絲 雖然當時張蚊有幸成為公立醫院 一年唯一一個接受這個手術的病人 但就在二十七歲的時候 背部痛楚日漸家劇 幸好當時親戚介紹了一位 在明德醫院工作的脊骨專家 葉卓倫醫生 他看完我的影片 他就發覺我的問題是甚麼 原來我以前小時候 裝上去那些不鏽鋼螺絲 只是由最頂裝到L3那一字 因為當年L3以下的脊骨都沒事 所以那時他們沒有弄到下面 然後他就因為上面那些不鏽鋼螺絲的重量 我剛才壓住了L3的點 十五年之後那一點開始軟骨 軟骨開始退化 然後就軟到L5那裡 所以為甚麼我那些不舒服 我那些不適原來就是由L3、L4、L5 軟骨退化了就夾住我的神經 令我有那麼多不適 而當日我們亦都跟隨了張蚊去覆診 主要令醫生了解 他做完第三次手術之後的康復進度 以及決定是否需要進行最後一節的脊椎駭道 嚴重的脊椎骨彎 如果是空椎的脊椎骨彎 就是呼吸功能 它會令到肺部壓縮 可能有些嚴重的不能呼吸 其實有生命危險的 至少可能運動量減少 因為心肺功能差了 如果是整體來說 如果是嚴重脊椎骨彎 一來就是外觀 就是人可能站不直 向前彎 有腰骨痛 壓住神經線 所以我們就要 不是嚴重的就是觀察 嚴重的就是不會讓他過 如果過了六十度 差不多一定要做手術 四十度有時候我們觀察 過了六十度 差不多一定建議做手術 不會再觀察 因為他過了某個度數 他會很快地加速地退化 進展下去 幸運的是 張蚊不需要害到 可以暫時安心 但張蚊的幸運 是福還是禍 那就見仁見智了 其實原本是預計五十萬的 醫生的確率 但因為 就想不到我原來沒有一隻螺絲 而要很強硬地去拆螺絲 而流了很多血 也想不到我進入了心智小寶 所以這些加起來 結合在八十七萬五千元 但這個數目是很奇怪的 我講一講 不關於手術的事件 你剛才這樣問我 我想起這個錢 其實是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在我二十五歲的時候 有一天我開工 在拍一套叫做 《I come with the rain》的電影 的細片 我們七個人買了一張六合彩 好像七個字的 那天就中了六合彩頭獎 頭獎? 是 是 原本是四千五百萬 但就兩株中 兩株中 就變成二千多 那為何我說八十七萬五千 很神奇呢 就是我二十五歲中 我三十歲發生事 那五年裏 其實我 由二百一十二萬半 我都給了家人 然後 然後 我們聽到八十七萬五 然後想了一想 是很奇怪的 就是我們剩下的六合彩的錢 八十七萬 八十二萬 加上一百萬 是 就是我媽媽的一百萬 很難 張敏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有六合彩做他的救星 但是一般的小市民 又可以靠誰做他的救星呢? 我覺得醫管局 在手術方面的支援是很充足的 但是你說物理治療方面的支援 我就沒有接觸很多 但是我相信 以現時我見到的客戶的情況 可能可以增加多一點 因為其實 脊柱側彎 都是頗需要長期去監察 去監察著的 但是政府覆診的間隔 比較長 還有為何明德醫院 在脊骨醫科那麼厲害 是因為他們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儀器 它有儀器是可以看著全個人的神經 而才可以做到這麼大的手術 就是我上次拆掉所有螺絲再裝過 這個是它必須要去監察所有神經 而那個儀器是 不是普及的 香港好像只有它一間醫院有 我不肯定政府醫院沒有 但是我覺得應該要普及化 變成一些那麼棘手的手術 病人其實可以有選擇 不只是在私家醫院做 因為那個錢真的很大